大家好,我們是Nerfieland 很高興你們點進來看我們改裝槍子的影片 這表示你們心裡有一份嗜血之情 好,那我現在來示範如何做Raider的拆解 首先你要把很多地方的螺絲全部拆掉 看得到的螺絲都拆掉 拆掉了之後,屁股先拿起來 然後這個前置槍機的握把必須要先拿掉 他槍身才能做分解 那這拿掉都放到一旁 等一下我們會不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從前面的洞把它敲開來,會比較好開 那開的時候請務必要小心 因為有些東西會彈出來 打開了之後,如果你的螺絲還放在上面 請注意不要把它翻過來 這樣你的螺絲就會掉到處的螺絲 把槍打開之後呢 最重要的是要先把這個扣房壓住 然後把彈簧往後拉,讓它釋放 不然的話它一彈出來 你很多東西就都會不見 然後接下來把這兩個上面 那個戰術滑軌的這個小固定槽把它拿掉 因為它這裡有彈簧,一下就彈飛了 把它放到旁邊去 然後還有這個下面的這個孔 它也很容易掉 把它放在一起,不然等一下會忘了裝 好,那麼我們做了改造的最最基本的地方就是 要通槍管 那通槍管的影片你們可以看這裡 好,那要怎麼拿掉 要先把這個往上壓 彈簧抽出來 彈簧抽出來 有點難抽耶 彈簧抽出來 然後這個壓 然後把它拿起來 這些東西都可以先拿掉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我的影片來看要怎麼裝回去 這些東西都可以先拿掉 然後把它 它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拿起來 然後這個東西 槍機整組固定在前面 然後把後面的這個plunger 往後拉 往上拉它就起來了 可以不必拆這個螺絲沒有關係 然後槍機整個就可以拿起來 這就是 RAID的槍機 那上面有一些黑膠帶 是因為我們要把 它上面的結合處 的那個可能不密的地方 還有它另外打出來的氣孔的封住 這樣打出去的空氣 才會是比較完整的 然後這是我們通過的槍管 通過槍管就是可以看得到 可以透過它的 洞看到另一邊去 所以說我們剛剛 在另一段影片打出來的聲音 會非常的響亮 你知道通過槍管 它打出來的聲音就會非常響亮 而且子彈的威力會增加許多 要注意一點的是 這個東西就是連接到 前置的上場的裝置的鐵桿 那這個鐵桿在這個地方 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如果你要通槍管之前 我建議你會先 建議你先把這個螺絲拆掉 把這個東西都先拿到旁邊去 好 然後我們改造RAID的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通常我們會把 一些影響你上堂的裝置都拿掉 就是這一整塊白色的部分 如果你槍機裝著 然後你往後上堂 它通過這個白色三角形之後 然後你沒辦法往前拉 它會卡住 通常我們以前在玩的時候 然後上堂就是會被這個卡住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它拿掉 拿掉其實並不會影響太多 只要你知道你自己上堂的方式是對的 那子彈就不會受到太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把這整個白色的東西 通通移除 就把它拿掉 然後再來 下一個我們改造的重點會是 這一個 這個下面有彈簧 它可以壓下去 那我相信如果你有使用RAID的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沒有把槍機往後拉 也就是呈現上堂的狀態 這個退殼窗是打不開的 那如果說你卡彈了你槍機拉不動 結果你的退殼窗又打不開 那這個退殼窗到底要拿來幹嘛的呢 所以說 它這個設計我個人覺得是累贅的 所以我會把這個東西 直接拿掉 移除掉 然後還有 你把它往下壓 它就可以往後開 還有這一塊 這塊凸起來的部分 如果你不把它拿掉的話 那個槍機一樣會把它卡住 也就是如果你把下面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割掉的話 這不會很難割 用美工刀割就可以 那你的退殼窗 就可以呈現自由開關的狀態 不論你是否 不論你是否上堂 好這是我們改造重點 另外提醒一點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不能拆 就是這個東西 你要是把這個東西拆掉的話 它的子彈不會卡進槍機裡面 射出去會非常沒有力氣 我們來示範一下 你如果把它往前推 它就會往下 這個擋彈板就會往下 那你子彈就會 就可以往前 那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擋彈板呢 如果你少了這個擋彈板的話 你上堂 在這麼後面 子彈往前送 然後你往前推 可是這裡沒有擋彈板 然後子彈就會一直被往前推 它不會卡進槍機裡面 可是如果有了這個擋彈板 子彈就會不斷的被卡進槍機裡面 它呈現密合的狀態 那麼 子彈送出去的時候 空氣才不會亂跑 子彈才是會有威力的 那這個要注意的是 裝的時候呢 這個彈簧有時候會跑位 那你要注意不要讓它跑位 不然它沒辦法達到就是 完整的往上推送的狀態 好那這是我們 RAID改造的一些基本 基本姿勢 那我現在要把它拼裝回去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做那個 裝回去的順序說明 因為這東西如果你不知道 裝回去的順序的話 你裝起來可能會不太順 首先就是槍機 就這樣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它往前推 推到這個擋彈板就往下 然後往前無法推的時候就好了 再來就是這個 普通覺 說實在我不知道它中文名字叫什麼 這個把它往上拉 槍機把它往上拉 然後把它扣進去 注意這兩片 一定要在這兩個橘色 有索羅式的東西下面 要把它插進去 然後把它扳正 它就進去了 然後把它插到最前面 緊密接合著槍機 接下來是這個 扣環 要從彈簧這一端 要小心不要彈出去 這樣子把它頂著 然後往上推 這樣倒著裝槍還真是不習慣 它應該就會固定了 再來是彈簧 彈簧很簡單就把它放進去就好了 不過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請不要把它整個推進去 先讓它彈簧尾巴露在外面 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樣才不會一瞬間 彈飛 然後你要重裝 然後再來是板機 板機滿簡單的 把它放上去 彈簧要固定在這裡 然後這樣扣住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動 好不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 很重要 但是現在 重要性比較沒那麼高的 一個連動裝置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它的名字 把它扣進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 三角形的扣 要把它扣到這個槍機這邊 好 這樣就好了 要注意的一些是這個小東西 這三個小東西 就是戰術滑軌的這個固定槽 還有 槍 握把的這個 可以塞一顆子彈的東西 非常容易忘記 好不好 我們把它放回去 還有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非常容易彈飛 所以在操作的時候請務必小心 看把它彈飛了 還有我都想罵出B了 兩個 好 基本上內裝就這樣子完畢 那要裝上去 要順利裝上去 有個訣竅 就是槍機務必要抵到最前面 那我想這樣你在 把槍蓋蓋上的時候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我們把槍蓋蓋上 好 非常良好 根據我的經驗呢 如果說你蓋上去之後 它這個縫會不斷的被彈起來 這個槍的槍 槍剩這個縫不斷彈起來 那表示裡面你一定有東西沒裝好 那如果你硬是把它蓋起來 然後鎖上去 沒關係可以鎖 然後你會發現你一定不能上膛 你的槍機會整個卡住 所以各位請不要就是 有懷抱腳線的心態 想說沒關係 那應該可以 好不好 請一次做到好 就是你完整的 弄好的話 它槍是 就算不鎖螺絲 還是會密合的好好的 好 那我們先轉一顆螺絲 來固定一下槍 因為等一下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的尾巴彈簧還在外面 尾巴彈簧在外面 怎麼辦呢 很簡單 就把它壓進去就好了 順著彈簧的方向 然後把它壓進去 壓進去之後再往內推一下 確保它沒有東西卡在後面 然後把Q蓋起來 接下來你再把螺絲全部鎖上 就大功告成啦 好 那我們的改裝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